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看的那个前面那个灯 应该是网灯了 那网灯在扫兽可能是 0.7秒就变过去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爽红灯的问题 因为当时好像你的那个部分 灯泡是红灯的问题 没有 我看的那个 前面那个灯应该是网灯了 那网灯在扫兽可能是 1.7秒就变过去了 那我想这一切的责任 应该车后的一个建议报告 我出来再来做一个仪器的 大车转移机车 那备方就是我们的赛 那我想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也不怕被积极性 所谓的随着是臭 那我想我现在最重要要做的 就是来给加速移出 所以当时是抢红灯是不是 没有红灯的问题 在这个车后的一个报告 5月7号的下午5点 然后来20分左右 它是一个下班时间 可能在十字路口 车流让比较大的问题 那因为可能这比较速的光灯 那一个在通行当中 有发生这样的一个事 所以当时是抢红灯的问题 没有红灯的问题 我们一切在这个车后的一个报告 那我想可能就是 可以讲说不小心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车后 这些车都不一定发生 那既然发生了 我想被加速就诚信 跟他们的面对 来协助加速上后 当时有質疑说 好像一开始没有表明议员身份 到很后来才知道说 你是医院的病人 这个也无关车祸的事情 因为我们不想到警方造成困扰 那我们也在现场 然后把身份证跟驾照 然后到 他是所做彼路 从头到尾三连当 然后包括 从小港医院转到高医 然后都前程偏后 然后每天跟家属的大哥通电话 来了解 这个商城的进度 然后会跟家属的探索 而且 我想现在最要紧要做的是这个事情 没有酒驾的问题 那四个人都在四十分五十之间 然后还是在强调 我们跟家属 协助三远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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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